雖然嚇了小雨 但是週末在文化局演藝廳外 仍有精彩的表演 這次全台知名的子豐車劇團 再次來到新竹開園遊會 這次還特別邀請到的 立法委員參選人柯建銘 擔任公益代言人 我想今天很高興 子豐車能夠來新竹一演 那我們今天今年總部 會通過子豐車 我很高興就是說 立尾豐執行長是長年的好朋友 他找我當子豐車 新竹公益的代言人 早就這幾年沒有子豐車 可以想像 我們的小朋友大概 會有很美好的回憶是很困難的 我們非常肯定子豐車 這幾年多年的努力 子豐車執行長 立尾豐風 大家都老朋友 我們剛好在不同領域 各走了30年 23年前他因為吃火鍋 然後突發起響 那走了23年 把子豐車全部 留下一個很完整的軌跡 23年前我開選舉 那這次是比較艱苦的 總是在給他翻笑 那政治人物 當然我所以說 我作為一個承擔者 真是本來 尤其我的位置 是高度 但你團隊也在打仗的位置 不是在做好事代表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特別回到家鄉 不僅擔任開幕嘉賓 更高度讚揚這一次的活動 更以傷痕累累的唐吉賀德 形容他所認識的柯建民 這過去20年的民主政治的發展 過程當中 其實他是真的承擔很多 所以他今天用一個叫承擔者 你知道 其實更正確的講叫受苦者 就受很多苦 你知道嗎 他有他的功勞 只是說我也覺得他 背負太多的這種 這種人家的惡名 所以我說他是一個傷痕累累的唐吉賀德 他有理想性 所以是唐吉賀德 可是他也真的被很多人捕捷 所以真的是傷痕累累 所以我認為 有一個柯建民在國會裡面 我自己的良心跟良知 認為對台灣的社會是有好處的 這是我的想法 整個原油會中充滿昆蟲與童話故事 不僅有互動性的節目之外 更有許多的文化歷史在其中 連柯建民與柯P都忍不住 在老照片前拍照 凱波新竹陳若怡紅採訪報導